大家好,歡迎收看攝錄又是我Andy 今天爛得好好天,出來當然要做評測 老蛙之前我試過一支移軸鏡 亦都拿過GFX來試 效果大家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現在老蛙推出一支最新 就是這個20mm四光圈COD0變形的移軸鏡頭 而且很厲害地會有八種不同的接環版本 不如我們今天試試它 首先講一下鏡頭的外觀 我這支是EF版本 我加了轉折環,用了GFX 其實它本身亦都有G-Mind版本 而它採用金屬鏡身,有紅圈環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像以前的EF鏡 遮光罩方面,它都是金屬的遮光罩 可以去調節 亦都可以拆出來 拆出來之後,你會見到它會有一個紅色圈 而Filter Size方面就是82mm 而且它的鏡頭就不會採用這個突出的鏡面 變成我們可以用船級色 一般的Filter都可以用得到 鏡頭上會有兩個按鈕 比較特別一點 一般鏡頭沒有的 這個按下去可以轉的 是控制鏡頭Shift的角度 你會看到有不同的角度 而解鎖後是控制鏡頭Shift的幅度 最大是可以平移到11mm 但記得,用完之後要扭緊鎖 否則收納時,它就會走來走去 鏡頭只有平移的功能 即是Shift的效果 而它在全篇幅的相機裡面 是可以多達平移是11mm 而這支鏡頭亦都可以蓋上GFX100 一些中幅的相機 而去到平移它可以去到最高是8mm的效果 平移鏡頭除了平時拍攝建築物很垂直之外 我們有一個功能是Shift左或Shift右 Toto可以拍幾張相片 可以合成一張很大的相片 我們現在試試看 首先我中間拍一張相片 這次簡單一點 我每邊左右到最盡都會拍一張相片 到右邊 簡單一點 我們Toto三張相片 會拼成一張 大家可以看到一張很闊的全景相片 鏡頭的重量是7、8、47g 你說它本身是否很輕 它絕對不是 但以一支移軸鏡來講 還有20mm 其實我覺得都是可接受的 它最近的對焦距離是25cm 我們看看最近的對焦距離可以拍到多近 現在大概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最近的對焦距離 我試一試對焦距離 將個人的角度拍到最近 可以拍到多近 對焦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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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試一試 它是移軸的平移效果 來我想拍完這個建築物 我試一下從未舒服 去到8mm 再去到11mm 看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因為剛才也說過 它如果中幅最多去到8mm 而去到全篇幅可以去到11mm 我們拍照從上至下都拍到不同的角度 讓大家看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們試一下鏡子的解像力是如何 我們現在由開盡四光圈開始 去到22光圈 分別可以看看中央的成像力 去到哪裏 分別是怎樣 我現在要加拿到15mm quindi 會看開始 就像水狂蠅 然後我可以把它打到 20分比星ishi 但的火力 最棒的大部分 很聰明 這是衣於零 一下子 拍攝 使用 從 我們就試一張普通的一個廣角鏡 不SWIFT的情況要拍攝Apple的畫面究竟要怎樣 還有拍一張SWIFT出來的效果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你都可以看到我一直對著光源移動時 都會看到有些光斑、鬼影的出現 如果你喜歡霍光效果有這些的話 這支就適合你了 另外鏡頭因為用上了14片的光圈葉 所以拍攝出來的聲望也有14度 非常漂亮 另外因為它會有這麼多片的光圈葉 所以它出來的散景波波也特別圓 這支是20mm 在中篇幅來說 等效焦距大概是15-16 對比於上次我試過的 它是15mm 它是等效焦距更廣 其實我覺得這支會容易用一點 第一樣是它有CVD零變形之外 因為我來拍一個建築物 如果我站得太遠 之前那支就會縮得很小 我會走得很近 變得很難遷就 反而這支我覺得是剛剛好 就算你不SWIFT的話 你當它本身是風景鏡頭去用 我覺得效果都不錯 所以我自己對於這支鏡的滿意度都幾高分 好了 我們這支影片今天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的影片通知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記得還有Like我們PhotoLang 和我個人IG的相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